李春波是辽宁沈阳人歌手词曲作家导演 在内地流行歌坛 李春波堪称独树一致的全能型歌手 即词曲创作演奏和演唱于一身的他 不但为歌坛奉献了小芳一封家书等传世经典 1993年由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小芳迅速哄遍全国 同年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的同名专辑 半年内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大关 创中国唱片事业的奇迹 并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 或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之后李春波又因一封家书再上跌风 还受邀参加95年春晚 可惜因为他的父亲并为李春波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 而选择了陪伴在父亲身边 但因此措施了一个减瞎的机会 就此成绩 在这期间小芳一直心照料不离不戏 到现在李春波战胜的疾病重回歌坛 据了解小芳和李春波是老乡 同时歌手出道93年 小芳本名王宏 小时候曾是童心 在辽宁省参加儿童歌唱比赛 获得第一名 并且在辽宁省巧回花艺术团舞蹈比赛中 夺得冠军 王宏和李春波相恋相惜20年之久 直到2013年两人才领证 婚后不久 妻子王宏就为他生下了儿子 不管怎样相爱20多年 真的是很不容易 虽然没有以前的光鲜 但是现在平平淡淡也挺好的 祝福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